大家好,我是戴医生,平常是讲广东话,要我讲国语的话就不太行了 我每两个礼拜做这个请问医生的专科 所以我这每两个礼拜的请问医生的时间,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大家解决一般的问题,让你们了解你的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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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告诉你们说,什么样的问题,您应该去问您的家里面,问你的肿瘤和医生,而不是让您来我这边寻求第二个意见 好,我们来开始了 好,我们来开始了 所以我接受了11个问题,所以我会回答他们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已经收到了11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顺序地来音乐回答 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一直听到说我们要及早查测我们的癌症 那有用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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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 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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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一直都希望說,一直在研究,希望我們能夠用驗血的方式,能夠早期的查測到有癌症的發生。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被批准的用驗血的方式可以得到。 它是很便宜的,在中國,我不知道在台灣,是否會做一個廣角的疫苗市場。 但是這些方式並不是那麼有幫助。 除非是您已經知道您已經有癌症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邊不做。 有一個大學歷史的研究研究研究, 顯示了這些血液測試和患者的患者是減少的。 我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要用這些腫瘤標誌去察覺是有癌症, 這個相關性並不是那麼好的。 現在我們在現在的診施是有癌症, 有癌症,有癌症, 還有癌症, 這只是三個, 而現在的四個是低患者的診癌, 是有癌症的。 這只是最初的診癌。 所以現在在美國,我們唯一被批准的, 然後現在原來是三種 第一個就是乳房的這個mammogram 然後是還有這個大腸癌的栽檢 大腸鏡 然後第三個是那個功勤抹片檢查 那第四個呢現在就是有開始說的呢 就是低劑量的CT的檢驗 早期察覺患癌 我等一下跟你說 所以咁劉女生有些問題 因為在一級的女生 你們的多麼有濃度在身上 所以說的確率 最接近的咁劉的咁劉 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咁劉 咁劉男生 那是3D 三-dimensional 也叫做酢酢酢酢 現在是說是正常的使用 在我的工作 咁劉男生 那是唯一用餘的咁劉 那乳房摄影呢,对亚迪的女性来说呢,不是那么准确,因为很多亚迪的女性呢,她们都有这个乳房密度非常偏高的,所以用这个乳房,一般乳房摄影呢,是没有办法察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用那个壁体的3D的,还有另外一个新的测试方法,在PAMP呢,现在几乎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看的。 一个新的东西是脂肪症医疗,我们也使用这个方法,但是这种利用来是在某个病毒的病毒。 例如,比如说,人生高危险的病毒,例如LCI test 或者ADH。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乳房的刺针造影,那这个不是每个病人都用,只有特殊的病人,他们有特殊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试试。 或者他们有这个基因的突变,比如说是Bracca 所以,因为他们的机会是比较高和幼稚的,所以我们开始尝试他们在早些年代 因为你如果有Bracca基因突变的话,你得到乳癌的机会很高,而且早期得到乳癌的机会很高,所以我们会用更激进的方法来察觉 The problem with MRI is tha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do one, and that we don't have enough MRI machines to do that. 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机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通常病人如果要等这个程序的话,通常等一段时间 Colonoscopy is very effective, but the problem is not everybody wants to do it. 常见很容易做好,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好。 是因为,这些人都不愿意做好。 对,所以,现在人们用了一个试试,例如Color Guard,就是一个试试 在肌肉体的试试,为我们选择我们选择谁要做Colonoscopy。 但是,再次,Colonoscopy is still the gold standard. 那现在有的Color Guard可以分析你的分辨,看有没有任何的精英区变好。 可是呢,场景呢,还是我们的最标准的方法。 我们以前是建议50G开始做肠经,现在已经降低到45G。 之所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越来看到越多年轻的人得到肌肉体肠癌。 这个让我们很失望,也很惊讶。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OK,and then,Paps me,of course, we do that. 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CT scan,low dose CT scan of the chest. 它是用于氧化用。 所以呢,这个攻击膨变检查我们当然是可以做好。 那这个低级量的CT的电脑肠能检查呢,主要是针对抽烟的人。 问题是,在北加州呢,好像没有看到很多抽烟的人。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7%的人是抽烟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大概只有7%的人是抽烟的。 所以呢,只有很少百分比的人呢,是符合做塞产的资格。 那这个普通膨变检查呢,只能看到三公司的背号,所以不是等确。 所以这四个东西呢,这四个东西呢,是我们现在被批准的测试工具。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通常呢,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呢,医生都不进行。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通常呢,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呢,医生都不进行。 但是这位病人说呢,我很担心这个癌症的问题,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说服我的医生让我来做肠镜呢。 我们之所以停是因为我们要做肠镜,对八十岁的人来说的话,风险是相当高的。 因为当我们在清肠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健检值的不停的痕泡,而会造成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 所以,而且呢,做肠镜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用镇定剂。 那镇定剂呢,是没有它的风险的。 所以,这也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问题。 所以,要做肠镜的话,我们必须要做肠镜的病毒。 所以,要做肠镜的话,我们必须要做肠镜的病毒。 所以,在我们五、六十岁的时候,之所以要做肠镜呢,就是说,如果说在肠镜的阶段呢,我们发现有肠镜的话,让我们把它吃掉,我们就减少得癌症的可能性。 因为呢,通常肠镜呢,要变成癌症的话,需要大概五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您已经80岁了,如果您找到肠镜,您把它剥除了肠镜的话,这可能会是不重要的,因为您实际上并不长足够得癌症。 因为,比如说,您现在80岁老后,您做肠镜发现了一个肠镜的话,那这个肠镜又要变成癌症,需要五到十年。 那说病,不到那个时候,您已经过世了,谁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继续做肠镜的病毒。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80岁就不建议大家常会再做大肠镜。 那这个新测试,我希望你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时候试试。 就是GRAIL的测试。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新的测试,叫做GRAIL的测试。 那这个GRAIL的测试是要扫充病毒的肠镜。 扫充病毒的肠镜。 所以,他们这个测试是看这个循环去癌症的基因。 那這個測試還是初期的 我們發現大概0.5%的人測試出來會是陽性的 可是在這個0.5%中間大概只有一兩個人會測試出來真的是有癌症 我們還在收集資料是不是還不正確 這些病人是完全沒有症狀顯示出來的 而且這些病人都是我們在街上隨便找來的 他們沒有任何家族的病史說他有高風險 這個GRAW測試現在要比15萬人還沒有完全的批准 所以你如果想要做這個測試的話你自己要付錢 一個測試呢是一千五百塊錢 然後問問說你如果有成陰性的話 你每年都要做嗎 或者你有一個正確的測試但你沒有找到癌症 那也有可能你測試這個測試過 你是成陽性反應的可是我們全身都找不到任何的癌細胞 我們有個病人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測試出來是陽性的可是我們全身都找不到 你說要我跟病人說你全身都不用擔心我說得出來嗎 所以這個測試呢是好像在一個第一道早中去找一根針一樣 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說你的身體瘤會應該有這個循環的腫瘤的情依在裡面 可是因為它一直在變我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出現 所以現在醫療病實物管理局就是希望做這個測試 到底有多少病人能夠得到真正的幫助 那這個測試需要多久做一次,這些都還在研究當中 所以大家就盡觀其變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針對RET這種類型的配排,有什麼樣的標法治療方式 這邊有兩個問題,我同時來回答 RET是一種基因圖片,在各式各樣的癌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但是我們最常看到的是在肺癌裡 所以它是一個變化,導致合成成的融合成的融合成的蛋白質 它會把蛋白連結在一起,然後模擬癌症的方式就一直在生長 这种癌症在肺癌里头大概只有1%到1.5%左右 我们现在针对这种病人发展出一种治疗方案 这种治疗方案比一般的化疗要好 所以这种治疗方式这个药物会尽到脑子里头去 所以比一般的化疗要好 所以肺癌的治疗方式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以前的病人发展出了什么程度的肺癌症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病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病人会有在这种病人 因为现在有10个病人会找到 ER、EGFR、ALK、ROS、MET、REC、HER2、 所以现在讲到肺癌我们对于说肺癌第几期 比较没有那么关注了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基因突变 有10种不同的基因突变 EGFR、LTI、MF 好多好多我记不得了,对不起 为什么这种病人会有病人 因为这种病人会有病人 这种病人会有病人 所以这种病人会有很大的病人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看这种病人 我们开始治疗病人 所以为什么这种病人有那么重要呢 因为通常我们获得有肺癌病人 这种病人都会因肺癌而定视 可是如果我们因为知道他们有哪种基因突变 这些药针对一些基因突变 对病人是很有用的 可以延长他们的受益 所以我们要在开始治疗之前 我们就要先确定说他们到底有哪种基因突变 在中国的病人里头 EGFR的基因突变几乎百分之五十 在亚人的相比较高 在亚人的相比较高 那洋人的话 在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试试 但是我们不建议我们试试 所有病人都要去测试 所以现在所有病人 我们所有基因突变 我们都要去测试 所以这些病人的相比较称 他们的名字叫做 Selcocatinib Pralactinib 这些是新的 戴医生刚刚讲了这两种新的药 都是非常新的药 矿疗的药都是又臭又长 我现在讲不出来 对不起 所以我没有使用它 因为只有1.5%的疗症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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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肺癌的肺癌可能性 只有1.5% 所以这两个月药是新的 我自己都没有用过 因为可能一整个医疗生涯当中 一个阵子病人都不会碰到 对不对 对不对 患者,患者,副作用的可能是會造成你的血壓增高,可能會有腹瀉 也有有可能不正常的肝功能的測試 還有QT-INFO,EKG,也有可能會造成你的心臉塗過不正常 所以會造成心臟的問題 但大部分的副作用都是可以治療的 而且其實副作用不會讓你致命 可是肺癌是會致命的 所以你也要治療肺癌 你也希望經過肺癌的治療之後會有任何副作用出現 接下來的問題是關於核酸性肺癌的治療 和小細胞癌症 所以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有關口服的標法的藥物 來治核酸性基因突變 來治非小細胞的肺癌 就像剛剛柳醫生講的 核酸性肺癌是一個很明顯的標誌 可以針對這個來做治療 但我們現在也發現有很多肺癌 也會有核酸性肺癌症 我們也發現其他的疾病也有顯示出來 核酸性肺癌症 核酸性肺癌症 是因為核酸性肺癌症 是有超過散發性的 而在這些肺癌症 它其實是有的核酸性肺癌症 這個核酸性肺癌症 在乳癌裡頭呢 是它會表開出來 在其他癌症裡頭來說呢 它是一個疾病 現在在古代的肺癌症 這些是比較少少的 像我有患者 患者是患者 有胸癌症 有胸癌症 有核酸性肺癌症 所以我們會有核酸性肺癌症 所以我有一些病人是有食道啊、胃癌啊,可是它是HER2的疼良性的,所以我们会针对这样子来做治疗。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最多的抗HER2治疗病毒是用于脂肪病毒的病毒, 而且很少是用于脂肪病毒的病毒。 所以这个HER2抗HER2的这个药,通常现在还是都只是用在乳癌的病人身上,其他癌症我们并没有广泛的运用。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幸运的患者,有HER2的症状病毒, 如果你有脂肪病毒,有脂肪病毒,有脂肪病毒, HER2治疗病毒会会帮助。 可是如果你就是这么幸运,是HER2是症状病毒, 而你有胃癌啊、食道癌啊,或其他肺癌这些的话, 那针对抗HER2的这个药,对您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刚刚留学先生有讲过,这个HER2的药物对乳癌的病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药弄到其他癌症的话, 他们的有效性大概只有50%左右。 所以在这个时候,至少我认为, 我常常是错的, 但是我没有被批准的HER2的药物, 能够来治病小型的病毒。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以我所知,我有可能是错的, 可是我不知道有被批准的HER2的药物, 能够来治病小型的病毒。 如果您有点兴趣, 那可能有医生的试验, 可能会有医生的试验, 或许现在是有连长实验, 才在查看这些事可能性。 好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何去批准年长的人, 在疾病中的病毒, 在疾病中的病毒, 甚至在疾病中的病毒, 甚至在疾病中的病毒, 也许在疾病中的病毒。 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劝年长的人, 他们有点忧郁, 而且不愿意参加任何方式的治疗, 即使是指痛, 在抗癌症的诊诊之后, 我们要怎么劝他? 这种情况在我的看见当中, 事实上是很常见的, 我常常会问我的病人说, 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因为, 通常他们有些症状, 症状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你等着越久, 你的症状就会越严重。 你为什么要等呢? 你继续等下去, 对你们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非常少见, 事情会越来越好。 所以, 所以, 通常我会跟病人讨论,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怕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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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副作用吗? 你怕副作用吗? 死亡也是副作用。 如果你没有治疗, 你受到症状, 你受到症状, 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你会死亡更糟糕。 你会死亡更糟糕。 比较可能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有疼痛啊, 或者是不舒服啊, 你又不去治疗的话,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那你过世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早。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九十几岁的病人, 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前例线癌, 他已经掉他的骨头到处都是, 他已经掉到他的骨头到处都是, 他已经掉到很严重的痛, 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效, 两个月之内他的痛全部都没了。 他已经掉到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效, 两个月之内他的痛全部没了。 所以, 一个以他的例子来说, 就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我们不治的话, 这个病人可能就会因为成功, 而最后过世。 现在, 很多医疗病人都不愚蠢。 我们知道, 那些人在很高兴的年纪, 像85岁和年纪, 都不会抑制病人非常好。 我们的腫瘤科的医生都是很明智的, 那我们都知道, 年长的八十几岁的病人, 他对于一般的化疗可能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所以, 有时, 我们看病人, 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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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人。 通常我们都要看病人的情况, 然后才能决定说, 我们要怎样为病人来提供治疗。 对于75岁和80岁的病人来说, 对于75岁和80岁的病人来说, 我们在提供治疗的时候, 我们都会尽量减低。 可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现在大家都活得越来越长了。 对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对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所以, 再次问问:" 哪些是一质汁管治疗疗疗疗症 在日常生活中央治疗疗疗疗疗疗疗症?" 那有只是一件大标误, 所示 media也讨许下 dass 超低脂肪治疗疗疗疗症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平常生活裡頭要怎樣來控制乳食來預防乳癌的腹發 現在只有一個研究顯示出來是在極度低值的飲食方面可以幫助減少乳癌的腹發 可是這種飲食呢大家都要變成兔子了 因為這種飲食裡頭是不能有任何脂肪的所以這個不是很好吃的 所以要維持這個飲食長時間的維持下去不是更容易的 所以不是很實際的 所以在其他方面的情況下 一旦你得到癌症的時候 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確定說 如果你改變你的生活形態 真的對你癌症會有重大的影響嗎 我們不確定 我們當然會建議你不要抽菸不要喝酒吧 但除了那個之外 我們知道有其他的事情真的是對這個有幫助的 OK 問題第七個問題也是有關於癌症狀態的肺癌 我們已經談論過了 問題第八個問題就是你建議什麼樣的癌症治療的藥物呢 這個問題不太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到底是為了是什麼 因為不同的癌症都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因為不同的癌症都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另外呢就是小葉的原味瘤 他說這是不是一個良性的情況 那有什麼建議應該要怎麼樣去 有這個肌瘤的小葉原味瘤 這個小葉原味瘤呢 它只是一個標誌 你可能說你在你的鴕乳房有這個標誌 可是你的肌瘤是在用瘤房發生的症狀態 或是說您在人這一輩子當中 會發生癌症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譬如說 在腸癌症中 如果您沒有瘤房發生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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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您有L-C-I-S的話 您這個得乳癌症的可能性 會增加到20%了 所以如果說您知道您有L-C-I-S的話 因為這個瘤房足夠讓您決定說 你要把兩個瘤房都去掉嗎 我們並不建議您把兩個瘤房都去掉 但是大家可以明白 您可能需要瘤房發生癌症 或是瘤房發生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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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可能這種情況的病人 可能就要每六個月 要做瘤房發生癌症 或者是瘤房發生癌症 交替的來做檢查 OK 所以問題第十項 哪個血液症的症狀態要檢查 在這個時候沒有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做什麼樣的癌症 可以來小期察覺癌症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沒有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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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 prostate cancer it's not entirely clear how effective that is it's routinely done and so we do it starting at age 50 the impact of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because yes you can as you get older your PSA rises anyway but it doesn't mean you're going to have clinically positive prostate cancer people can die of prostate cancer and don't know they have prostate cancer 所以逆血 通常常會去查前列腺的 特異抗原 那可不是 籃症的一種方式 有的大部分的男性 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TSA的指数一定都會升高 那也有的不難性的病人 會因為前列腺癌而過世 而他過世的時候都還不知道他自己有前列腺癌 很好的 所以這 Volan to the idea 所以我們想要用癌血來察覺癌症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想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看到任何的測試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需要等待醫院的診断等到新的測試 像Greyu的測試,我們會比較適合的測試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需要靠臨床實驗來看 像Greyu的測試是否真的有這些測試 能夠讓我們提早察覺癌症 最後的問題關於BioGap的測試 問題是,我媽媽接種了癌症 她接種了4個月的測試 後來她的測試,她的肌肉沒有接種 現在她是在Numarka抵押 幾乎2個月的測試 如果這個測試不增加癌症 是否有任何其他治療的方法? 所以,下一題問題是有關單管癌的 這位病人的母親做了4個月的化療之後 又換了藥 她的身體沒有辦法承受 現在又換藥之後有2個月了 那部分比較小 她就說,如果這個藥物對她的癌症 還是沒有控制的話 還有其他的治療方案嗎? 對,這就是一種患癌症 膽管癌是一個非常少見的癌症 所以,不會有千萬人的病人 可以讓你來做臨場實驗 所以,不會有成千的病人 可以讓你來做臨場實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很多 專門治癌管癌的藥物 我相信這個病人已經接受了化療 還有綿疫療法 因為這是我們標準的低線治療法 所以,這類型的癌症會慢慢增加 但這類型的癌症是不治療的 這種癌症呢,是生長的非常不好 可是,是會治療的 而且是沒有辦法治療的 什麼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嗨,Joyce 是的 你提及了肺癌症 這是非常低的癌症 現在,在這幾年 什麼樣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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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戴醫生剛剛提到這個免疫療法 所以,整個人就問一下說 您知道用在這個免疫療法 對於腦癌症是比較有效的 哪些是沒有那麼有效的 首先,肺癌症的癌症 有膨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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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某種種的癌症 對於是有有這種癌症 這不是對話的癌症 所以這個事實上並不是說你得的是什麼樣的癌症 而是說你這個癌症有沒有PD-L的顯態 如果有PD-L的話這個免疫療法就會有效 不管你是哪一種癌症 如果你的PD-L顯示不多的話 這個免疫的話對你不是有那麼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季度 當我們不是看病毒類型的癌症 而是看病毒類型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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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越來越重視的 不是說你是有哪一種癌症 而是說你的癌細胞有什麼樣的特性 不重視說你是肺癌癌癌 是看病毒類型的癌症 是看病毒類型的癌症 然後針對這個特性來做治癌 所以要做治癌癌症 有人嗎 你她講 updates 你的皮膚avoir指示 she gets all the exercise is walking through that room. i reference that. so we have a family. i don't know if we should incur it in her or just. so stay a little. okay it will not lengthen your life necessarily but it might improve the court of life to be more active. the problem is depending on where the cancer is. if she has a lot of pain because that's why she cannot move around then the exercise is not going to be that helpful ok so it depends on her situation you know it's not blanket recommendation i think that sometimes people cannot do the exercise because they are limited let's say they cannot breathe or they have fluid in their lungs or they have back pain or hip pain so that limits their ability to do it and we try to push it it doesn't really help so that's why exercise ok so i talked to this person who did research on exercising cancer and i asked her how do you know this will work and he says well the reason exercise works is that it activates what they call the apoptosis pathway apoptosis that's been programmed cell death the cancer commits suicide the cancer commits suicide 兒於是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and i think you know 海外 voodoo you know k 那就是對癌症沒有幫助了 以為這樣做的話,你必須要做歷史的運動 所以,在此之外,是肩膀的運動 所以,你必須要進行這個運動 對癌症有幫助 因為,當醫生有跟一個專門做運動人 就對癌症幫助了 他就說,運動的話可能是能夠幫助殺害細胞 可是,他所謂就是運動的 必須要非常非常削裂的運動 例如,做癌症運動 每次做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然後,要一個人做三次 我告訴你,在西方的運動 是不算運動 可能是對你的心理健康 但也不算是對你的身體健康 也不算是對你的身體健康 可能是對你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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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逛街 去零售商店去走路 有時候對你的心理是一種治療 時間好像快到了 兩時間到了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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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